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这一集 Carmen我们第四十集 第四十集的《神神秘秘》 突然间感恩大家去捧场 我都没有想过 我只是想做一两集 我都没有想过可以做四十集 这一集我们会讲情绪 我们读过读过情绪去讲 因为我们有一个观众 原来Linis抄花 原来我们曾经有个观众留言 她不知道怎样在公司 或者在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情绪 譬如我在公司愤怒 难道我在公司就表达愤怒 因为我们之前有几集讲过 就是你要表达你的情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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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就是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情绪 但在生活上我们怎样去进入这件事 或者可能很多人对情绪有很多误解 不是很害怕的 我首先讲 我由起来我又这样讲 我编排就是这样 我们先讲起 起来代表开心 嗯 我想问Carme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一笑就立即收 或者笑容是牵挡的 我以前是这种人的 哦 知道 我看回我以前的照片 你就知道了 不是很笑的 我面的肌肉是不懂得去笑的 就是笑 很假的 很噁心 不懂的 或者笑很快就会修炼 没有什么值得我笑 没有什么值得好笑 是不是像明星那样的 拍照的时候 我不知道 不算了 但起码那一刻也是灿烂的 是 但我是觉得笑了不漂亮 不笑就酷了 就酷了 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我以前是这样感觉 那么 下一个容许 我觉得笑是一种容许 不是笑是起来 是一种容许 你生命有没有值得你起 又或者是 我会这样说 就是 我们去 你去 你现在的起落指数 你会给自己多少分 70 70 我都给自己80 90分 好了 十年前的你 你的起落指数那时候多少分 其实我现在 自己回答你应该是 我刚才是平静指数 我以前那个是很容易起落的 但是呢 我的破坏也很大 我说真正你里面的起落指数 不是你出来笑 60 你60 跟我差不多 我十年前都是差不多60 20年前呢 2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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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6、7、10 那么好 是的 我想我只有3、4、10 20年前我有6、7、10 因为年轻一点 好了 整个童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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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给你自己起落指数是多少 哦 大家都可以认识你自己的 大家可以认识你自己的 三十多分 三十多分 我想我二十多分 我想我二十多分 可以吗 所以 我很慶幸 我的指数是越来越高的 有些人可能的指数会有起跌 也不一定的 你会知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值得你开心 是 你有没有去看 有没有去找一些东西值得你自己开心 我今天呢 我昨天呢 我昨晚搭的士回家 昨晚搭的士回家 搭过的士司机 他说呢 他坐在那里等我 他排头位 其实不是的士站 他排头位 有个人上了后面那部车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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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另一个人来 又是上了他后面那部车 然后他就说 让我呢 我一落车走过对面马路 我一折他过来 他说 小姐你真是救了我一命 我一上车坐下 我怎么救了你一命 他就说 你让我觉得我开心 你让我觉得我很开心 因为呢 之前那两个人呢 我整晚由十二点钟开始 我十二点九到上的士 我已经有九个字 没有客人了 个个都是坐在那部后面那部车 即是见到别人 我说 其实你见到通街都是空的士 你现在有客人 即是我想说的是 很多人是会不断去看他没有的东西 是 而不懂去看他有的东西 不断去数他没有的东西 不是去数他有什么东西 即很多东西很理所当然 我 你讲这个案子 是的 我很想讲回 我昨天有一个案主 是一道咨询 他已经做了两次 他就跟我说 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当下 我说我以前知道很多资料 我知道当下我珍惜了 我是教徒 我珍惜这些 珍惜这些 我爱这些 我爱自己 但他在头脑上 在头脑上 他说 我那天和我先生 其实我有些家里不开心的东西 关于我儿子的 我和我先生去太平坡吃东西 在一个过程中 我突然想起 是的 活于当下 眼前就叫一只乳甲 是 很出名 吃乳甲 他就 我真的要先吃乳甲 全程头脑 他就把乳甲 他就在那一刻发觉 原来乳甲很好吃 很香 很舒服 吃到一个感觉 原来就是当下 他还叫了很多食物 他想着吃不完 但那天他是吃得完 因为他完全是进入了 是一个 进食的开心里面 还有一个感觉里面 很满足 我足以明白到 原来活于当下 是这一样东西 是的 是的 我最近有一个体验 就是我现在追韩剧 我追韩剧 原来我发现 韩剧是可以在一些网站里面 是可以网上去看 韩国的直播 噢 我直接追得很贴 那些韩剧是很贴 然后第二天早上 已经追到中文版 已经打到中文版在下面 即是你不看中文版 你照看的 因为你追近 即是你看公仔 不会说什么 上次的剧情说什么 好了 今早很早起了一身 昨晚看完那集很紧张 很紧张的剧情 今早就追 今早有很多件事 包括我答应了 我有朋友 要叫我工人送饭给他吃 今早我要买一个煲 那人会约我地址交收 包括今天录影 去准备录影的资料 包括了很多东西 但同时我觉得 我的心分裂得很紧张 但是我问自己 我最想做什么 我最想结束那部韩剧 否则我经常都不安心 我就好好地坐在那里 那一刻什么都不做 电话又放在一边 然后就完成那部韩剧 好好地摔摔 享受完之后 好 好 我才可以有力量 活于当下每一个当下 去做当下的事 好像很高兴 但这个是我今日的一个体验 不知道对还是错 然后我想说 起来打出一个点 就是你有没有算算 你值得开心的东西 有没有觉得 我经常说我们不是老讽 安安全地坐在那里做节目 外面没有枪林弹雨 又没有辐射 又没有辐射 这些是我们有没有 就是我们以前 在宗教里面 我们有没有数到我们的恩典 有些什么 不断数到一些 人当然要注重在一些 不开心的 谁受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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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够好 那些事情 你就过了一天 我又会觉得浪费了 你可以开始 从这一刻 从这一刻开始 去看你身边有什么 是你有的 你有一份工作 我记得沙士那时 我又乘搭的士 又乘搭的士的故事 那个的士司机就说 很惨 现在生意不好 然后没有客人 真的很害怕 一辆车都没有 繁忙时间 一辆车都没有 就是沙士时期 我真是很老实地说 我说司机先生 我真是想说 因为那时很多原学家说 香港最差是那段时间 我说如果最差是那段时间 人生最差是那段时间 你有一辆的士炸 他说那一天 整天的生意 就够他吃饭 交了车租 就够他吃一餐饭 你还可以吃一餐饭 整天不是一餐饭 那一天就够了 你还可以过活 已经是你人生最差 人生最差 那有多差呢 那真的不是很差 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去 开始数算你值得喜乐的东西 是 好了 怒怒 憤怒 如何处理憤怒呢 又到他刚才说的观众 那样东西 是不是我在公司里面生气 我表达了我生气 我是否不任性 不负责任 但我也要表达 我又会觉得这件事可以说到 那时候我和Carmen的相似 大家惊陷他很多人去磨合 因为我常常说 两个大小姐放在一起 没错 大家都有自己的 尺寸 的性格 会出来的 但是呢 在开始我们表达 那里经常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 很值得表达自己的人 有些人不认识 我觉得我很压榨和霸道 我都说了我自己的 还有我有点点 去告诉你 我的点点 你要接受我的点点 没错 只是控制 是的 但是Carmen 在开始的时候 就会觉得是忍的 是 又或者是试口 告诉你 其实我有点点点 但那一刻我真的说不到出来 那样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是 你的愤怒 会和你的表达挂钩 我先说这些 这个例子 我经常会在教书上提 例如是 如果我不吃烟 你吃烟 如果我见你 你第一口烟 我会觉得 好吧 我能忍得到便忍 然后呢 你见到我没有反应 你会继续在我面前吃 正常也会 是的 因为我没有东西 即是可以 然后你就会在我面前 再吃第二口 第三口 第四口 到第十口 是 二十口 一包 两包 三包 整常在我面前噴烟 到那天我心情真的很差 你再在我面前 只是打开打火机 打开打火机 可能我就会爆开 一声爆过来 明白 好了 够了 之谓之旅 因为你已经累积了 很多支烟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可能在第一支烟 你直接表达 不要了 我不行的 不要经常吃 我不是很喜欢的 可能会很轻轻一句说话 所以就是 如果是 为免你很大的情绪爆发的时候 你可能 真的每一件事 你直接表达了自己 因为在我们的相处里面 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是很怕冲突 生气这件事 在我的教育里面 是不祸害的 是没有疑态的 是的 还有没有什么安全感的 因为你生气完之后 发了脾气 后面的事情更加不知如何发生 很害怕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配合 很喜欢做配合的角色 看穿了 OK 配合 尽量做好自己 是这么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 对于她的沟通 因为 Yvonne比较直接 我就好像要吃烟的感觉 好 引你 然后又来 OK 处理 又来 这样就开始来了 我好像不断有个声音 告诉我 听我的教练 听血歌 是怎么重要 是要推你到墙 推你到墙 去死 我真的很多次 打电话去 是很怒气地 你听我说一点点 我现在想表达 你多多多多 当然有些情绪 自己知道的 因为她的用力 是会引发了我的用力 你表达强力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两夫妇吵架也是 一方面很怒气的时候 就会引发对方很怒气 即是 心平气和 就不会在最初的时候表现 是的 但是又很有趣 因为 因为 原来我很久之前 嘉珍老师 教我们光货成一位老师 他已经跟我说了一件事 你很怕冲突吗 冲突也是一种 是的 是的 你学冲突 是的 但是如果场景是许可的话 我常常说 我的办公室是不怕吵架的 我们叫做大力沟通 我们是强力的沟通 我们不是叫吵架 叫强力的沟通 因为我们永远 大家有一个规矩 大家有一个规矩要守 无论我们怎样沟通都好 千万不要忘记背后那一份爱 那一份爱 那一份爱 那个强烈沟通背面 不要否定 因为很多人说 你这样跟我说话 你不爱我 就把我爱抄叉 你一定要是 即每一份的 憤怒 或者所有情绪的表达里面 都有一份的爱 背后最根底最根底就是那份爱 或者 Ask for love 我不紧张 怎么会有情绪 对你有紧张 或者我对我自己 爱我自己 或者我爱你 这样有一份的表达 所以这一件事 是在你掌握情绪 还有我觉得表达自己 也是代表着 你对自己的一个 一个 一个承认 你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就是我容许你的我 你的理出 我都容许我的我出现 大家是可以同时出现 因为很多人的我出来的时候 是要殲灭另一个我 即是有可能是夫妻 或者是父母和小朋友 父母的我 是要殲灭小朋友的我 是要质息他 这个是很破坏性的 是啊 是的 当我小孩当时想一个 没有我的人 你出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 去生存 所以现在我对着我的儿子 他在质息我 不是 因为卡文可林 都可以有一个分享 因为他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当他不是学习很多东西的时候 他很强力地质息了小朋友的我 是 所以他现在 背着的结果 他现在就是 就是在这个后果下面 现在在保亡的工作 没错 是 你见一个小朋友 他很努力的我出不了你的时候 你很心痛 你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很想他的我出来 但是他一直都很退缩 其实他的小朋友 是一个很才能的小朋友 大家都有机会见过他 在节目中 但是他现在就是 唯有陪伴 是的 陪伴 但是在陪伴过程中 亦有很多奇迹 对 当我原来信任他 我出的时候 没错 当有冲突 他这样 OK 信了 说不读书 说不读书 OK 信了 大家都猜到哪个 又追开这个节目 哈哈哈哈 那么呢 在陪伴住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原来 他真是有他自己的方法 他要创造他另外一个 新的环境 新的人事物 他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 是的 到现在我小孩 我小孩就告诉我 他的表现就是 我是对的 你不对 你不会专用我 他不断有这样的表现 那么我又 信任 好 信任 但是有时候 父母都可能 你要表达自己 一家人是 一个场所很好地 大家磨合 我觉得有时候 冲突并不是负面的东西 是的 所以我到这一刻 我就会走进去跟我小孩 当时过分的强烈冲突可能是 好了 也去到一个点 我已经累积了很久的情绪 我知道我出声就爆了 如果是工作的场所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方法 你可以写 可以把你想讲的东西 写出来 你可以给事主看 或者你不给事主看 也可以 但是那个写是否一个书法 因为成为了文字 那么你已经承认了 你自己这种愤怒 写出来 你可以自己和自己的一种安慰 又或者到某天你觉得 你有勇气 如果你觉得容许 你可以和事主大家分享 你写的东西 也有很多方法 你不一定 不是每次我说表达 那你就爆了 当然表达 我也不觉得不好 如果大家在一个尊重的状态之下 你表达自己 的话 那你也是拿回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一直在压力的时候 你是将你的我 在窒息你自己 还有很多时候表达 很多人都不信不过自己的表达 觉得自己表达出来 令到那件事更加不好 还有我经常都看过 都会在课程中 情绪是一种能量 是能量 大家读过科学 读过物理学都知道 能量是不会消失的 能量只是会转化 你一直去压力自己的情绪 或者愤怒 或者这些情绪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会出现状况 很多时候不是一定 很多时候皮肤有问题的人 皮肤出现问题的人 都是长期大量的 抑压情绪的人 皮肤容易出现状况的人 中医又叫肝火 肝火就是火 好了 哀 起路 然后哀 哀就是哀伤 悲哀 悲哀当然是另外一种 我们将它分析为负面的情绪 其实这个是害死人 其实一个正常的人 是有这些情绪的 被起路哀落 你才叫正常 你不是要起和落 然后哀和弄 你便不要 我们是会悲哀的 我们有时候会妒忌 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 你要明白这件事 不是将这些东西 塑落地煎底 叫做好好的看 叫做正常 因为它一定在你里面发炎 在里面含龙发炎 不断变成别的东西 处理悲哀的时候 如果容许 你给一个自己空间的时间 去抒发它出来 大哭一场 又或者 寫成文字 寫出来 或者 有时 对着 别人说对着树洞 说话 对着海说话 去说它出来 把声音化 这些能量又会出去了 是的 不哭 我觉得是几严重的一件事 是 我自己教育呼吸也有说一件事 喜怒哀乐四个情绪 不讲复杂四个情绪 每个浸屏都不同 看呼吸就知道 你喜的时候 哈哈哈哈 那你生气的时候 如果你是生气到 即是发泄到 你有情绪 你是呼吸到的 你生气出不到 你会闭失的 很生气不出得 我想说 你有没有试过忍哭 你的肺是很伤的 很伤的 你整个胸口和肺 你忍哭是酸流流的 其实在中医里面 忍这种悲哀的情绪 全部在肺里面发生的 所以肺有病的人 是有很多情绪 压在里面 所以如果在能量层面来说 我自己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对 就是 既然 起 路 哀 落 我们一定要有的 但是我们 起 路 哀 落 在呼吸过程中 觉得浸屏 起 路 哀 落 浸屏是偏高的 因为是舒适的 是流动的 在路 哀 里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是宣洩到的 能量是流动到的 没有问题 但是最怕是什么 你不能够可以宣洩到 那你要找方法 让他出来 你这个人就清明了 但是我想说是 悲哀在中医里面来说 是可以潜伏在很 对肺和潜伏期 我不会说 因为有很多 我认识的人 例如肺炎 肺癌 肺癌 又或者是屈 直腸癌 都是很长期的 不开心 不过我想很快跳下去 因为我们时间剩下一点 好啊 那么 起 落 这件事的话 就是 很多人不懂得分快乐 和喜悦这两件事 嗯 很多人误解了快乐 等于喜悦 所谓的喜悦 是来自内心的一种 你不需要有什么发生的 是的 在里面发出来的 是的 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嗯 但很多人会用很多快乐的东西 去欺骗头脑 在头脑里欺骗我自己 和朋友一起去 喝到很多酒 那些叫快乐 又或者是 整群人一起去唱戏 或者喝到很多酒 那些叫快乐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整天都会说 曲中人散之后 你那份空虚 嗯 其实就是 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推到你自己 更加去到 不开心的状况 所以 你可以去找回 你身体 你心里面有价值的东西 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那你就会去 直接 会慢慢去接近喜悦 或者进入喜悦 那喜悦又有什么状态呢 喜悦又有什么状态呢 喜悦又有什么状态呢 你容光换发 身体好 或者是 你每一天都很开心 迎接每一天来 这样喜悦的状态 这个我们很熟悉 是吧 是的 所以呢 在情绪这件事里面 我觉得 家企业和公司 是有少少少处理上的区别 嗯 你觉得哪样困难呢 我觉得 家企业困难 是的 我也觉得是家企业困难 就是家企业 跟你越亲密的人 也是越难 他也是你最大的教练 没错 他也会带给你最大的情绪 所以 我很欣赏许医生 就是我们的老师 許医生 他说的那句话 就是 情绪就是那个坏头 嗯 你跟随着这个坏头 去找 情绪是会让你知道 你到底里面 你的信念里面 发生了什么问题 所以情绪不是一样 你要逃避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去逃避他的情绪 我觉得是这样 有些人走完一生 有些人会不让自己开心过 他会发觉他没有让自己开心过 有些人就没有让自己伤心过 有些人就没有让自己伤心过 有些最可怜的人就没有让自己爱过 嗯 那就走完一生了 我觉得是人生有过这种的剧情 喜怒哀乐这种剧情 风回路转 我觉得那个 那个经验值 是令到你的人生很色彩 所以我们如果认识情绪 你不去逃避情绪 你像玩过山车的时候 你会给你自己的人生 是很多的经历的话 我觉得是 是很 很甘甜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我想表达的 明白 是的 所以你就会很有勇气地去高高低低 我也经常跟学生说 人一出生 第一件事最重要是沟淡皮 人死就沟淡皮 其实我们在呼吸过程里面 就是经历的 是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喜怒哀乐 这个包装 这个是包装 这个是包装 你怎样去看这些 能力和你的情绪 就是你要学习 真是怎样来学玩乐 旅游兼出差 所以希望大家去看完这些集后 他会懂得去处理他的情绪 向你诚意推荐 iRead iRead 是什么你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发成电子书 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 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 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ad 好 回来我们下半辑的情绪 这件事 我们上半辑就完成了 我们情绪的部分 好了 那我们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 我们一定有情绪 我们上半辑说了 我们一定有情绪 我够胆说 基本上 我们人生中 大部分的问题 包括身体 或者生活上的问题 都是来自情绪 因为大家需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情绪来自什么 来自我们的信念 我们有一些东西的看法 观点 而引发起我们的情绪 而情绪 情绪就是我们的能量层面 我之前说过 我们的能量层面 影响我们的物质世界 是 而这个情绪 带动你的震疼 便会吸引你生活上的东西 还有 因为你的身体 都是你情绪的一面镜 会反映到你的身体里面 是 这是吸引你法质 所以无论是身体的问题 又或者是你生活上的问题 其实都和你的情绪有关系 先讲身体 身体呢 刚才Carmen有提到 情绪是影响呼吸 是 是 和呼吸有记忆 你长期 都有一些能量不平衡 呼吸不平衡 你便会影响了 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机能 便会有些 能量的堵塞 但是 我经常觉得呼吸 它是又简单又不简单的东西 它是一秒钟之内产生 但是想想 一个呼吸它是多么複雜 它带动你整个系统 是多么神秘的 很神秘的 奇妙的完成 一呼一吸 你身体的 我经常都说 呼吸也都说 大多一件事 就是我们一定是 跟互相的 一定是联系住的 因为我呼出的气 是会你吸进去的 是 你呼出的气 我也会吸进去的 或者是植物也会有的 所以我们是共生 是 我们是一起 就是我们是 跟所有的众生 或者是生灵 是 我那天 我一看一本资料 也说一件事就是 所有的能量层面的东西 都是互补的 你掉了 你不要的 可能它就对用了 所以所有的能量的东西 都是平衡 可以互补不足的 好的 在我们的呼吸里面 我们的情绪 会影响我们的呼吸 呼吸就会 你想想你每天 都会呼吸 就会去到我们的身体层面 我之前 上半集都说了 很多关于我们的 什么病 是和什么情绪有关 大部分的屈结 屈结都会在肺 或者是肝 这些状况会出现 或者情绪会出现在皮肤 又或者去到这个系统里面 不如肺大肠就是情绪的问题 肝胆就是跟勇气有关系 这些东西 无论你是中医 西医 或者我们学的德国能量治疗 都会有些系统带出来 所以在不同的情绪 我们都要让它有一个自然的流动 不要令它阻碎 你才会 我不是说笑的 真的会令到你身体健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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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另外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情绪也会影响生活 大家都知道那本 明书 《今日的立法则》都已经说了 但是其实你的情绪是会带动你到一个磁场 譬如这个磁场我是缺乏的 我是不足的 我是规乏的 然后你猜这个磁场 你会引发多少事情在你身边发生呢 这个磁场 例如老板看到你的样子 我都不想给他 我不想给他工作 我不想给他机会 或者你一个女孩看到你 你省点了 你不要 我不会考虑你的 那就是 已经是 这件事不断和你身边的东西在互动 在能量场里面互动的话 久而久之 你就会形成了一个属于你的一个氛围 你的生活模式 或者你在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些人怎样对待你 那些人对你的态度 讲话的方式 去到这些细微的层面 都是由你的情绪和你的信念那里产生出来 所以 所谓的修行 我们都说是关照 其实关照是什么 就是关照你所有的念头 或者 或者我这一刻 有一个情绪的话 真是 当情绪出现的时候 恭喜自己 你有门打开了 那是你的出口 那你就会看到 自己在你里面 在情绪里面 然后进入这个情绪里面 我有一个体验 就是有一次 我在家里看 那时候我有些不开心的状况 然后我在家里看影碟 看影碟 你不是多久 很久了 然后在做喜剧 周星馳那些喜剧 然后我看到一半是吼哭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我开心 没有人和我分享 就是伤心没有人和我分享 我连开心也没有人和我分享 那一刻觉得很孤单 然后我在吼哭 然后呢 平时有我就是 不要哭不要哭 坚强坚强坚强 但是那一刻 只有我自己在家里 我为什么还要坚强呢 那我就把我的悲哀 我决定那一刻 我把我的悲哀放大它 但是很奇怪的 我以为我会哭很久 我想我哭了十多分钟 我真的放大我的悲哀的时候 我跳进去悲哀的时候 我不想哭了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给大家听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瓦解 是消失 那种悲哀就是消失 然后我哭完抹完之后 去洗澡就没事 但是如果我发觉 如果我去逃避这个感觉 或者我去用头脑去处理它的话 用很多自圆其数方法去处理它的时候 那样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是啊 它只是会 抑压在你的身体里面 是啊 刚才Tamen叫我分享一句话 今天我上网 就见到她的老师的名言 是她的医生说的 她说的名言觉得太棒了 她说如果用头脑去解决一个问题 你创造的问题 是比那个问题本身大 因为头脑的程式是会不断创造问题的 有时可能很简单地回到最基本功 就是回到我们的感觉里面 是啊 是的 是的 头脑很多时候她创造很多的谈论 其实是不真实 是不是不真实呢 是会欺骗我们自己的 因为其实解决的方法有一个 你的头脑认识得多少个 是的 我就想Carmen去分享 关于身体方面的反应 她真的有很多分享 她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体 她是很简单地对她的 是 谢谢 我心里 由你小时候靠犬开始 哦 其实 我本身说说 我出生四磅不够 三磅 出生三个月不够 又八天咳 哦 其实我知道我前面带来的功课都很大 很大 接着就一路 大大一下就敏感了 严重的病敏感 我十多岁医生说要割鼻蜀肉了 她已经真身了我头不下气 我认识当时你也有病敏感 是啊 几年前你也还有病敏感 你最近真的没什么 是啊 OK 是啊 是啊 她不说我不说 是因为我是清了很多东西的 OK 那我又跟着敲喘 那 跟着到一路成长的过程 我身体也是很弱的 就是容易累 但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可以用意志力做很多东西 但我身体里面是虚弱自己知 但我又不断地跟自己说我OK 当然有些东西原来处理不了 譬如敲喘 鼻敏感 很辛苦 鼻涕是这样的 刺子一兜不住 一声就掉下来 因为它是水 噢 它已经不是很稠的东西 烤喘后来我身心明白 原来我不懂表达自己 还有很多东西我控制不准表达 因为我爸爸不准表达 你爸爸是强权的 你爸爸是强权的 是因为我爸爸是那些 一说话 拼了一巴掌声 你说不是 我好骗的六十年代 是的 因为不是一举身 你卖墙 是的 就是他不会 你爸爸真的是我妈妈 是的 就是刚刚倒转了一个男人霸 女人霸 我很多不准他 我小时候都不知道 我扯到自己不知道严重到 原来我死得 我父母是没有这个常识的 我大过才 原来我那时候死得 我是可以突然抽筋就死了 然后慢慢大过了 很多时候都是严重的酵喘 因为有什么东西呢 压着我就是酵喘 现在我读了《新三明》之后 我理解到原来因为我的表达 还有我的抑郁 我的鼻敏感是 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不安全 我对人的感觉很敏感 我觉得 我可以说一说 因为我之前也特别对 对鼻敏感这件事去研究 一些个案 原来我们知道 鼻的黏液有什么功能呢 其实鼻的黏液是保护我们的 是的 去保护我们 去不让一些东西进入我们的气管 但是呢 当我们发觉 在心理上觉得 环境是不安全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动 启动这一种系统 难怪我这么多 是的 去保护我们自己 又或者觉得身边有很多攻击性 又或者那个环境是 你会有入侵你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 真的很早期有被敏感 是的 因为考试不行 又会怎样 接着又会怎样 接着又会怎样 妈妈又不疼你 然后你又没有用 接着又没有前途 一大堆那些说话 每天在身边说的时候 脆胸带 那时候 他对环境没有一个信心 身体就会启动这一种系统 那些黏液就会出来 又或者是 小朋友说表达性出不出来 表达性出不出来 如果出不出来 他没有表达自己的时候 他有很多幻想的时候 那时候 也会有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试过哭到濁气的那种感觉 有 或者不让哭 很辛苦 我妈就是那种 拿着藤条 还要收声 一路打电话 一路叫你不准哭 收声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但Anyway 就是 状况会出现 好了 好了 那次跟着后面 你还有 我看到你烂手烂脚这些东西 是的 清能量的过程里面 一直在回溯过去的时候 就更加多些负能量出来 好像你全身 不是烂手烂脚 你是全身痕 烂 全身痕 那个是一山 我就是 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勞工穴 手掌 脚底 泳泉穴 那些位置 全部在那里 起了那些 水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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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粒粒的 是一粒粒的 过程性病毒 整个免疫系统 看着它开始慢了 当然 这些也是关乎于 那你发现是 是我自己的情绪 我自己的要求 还有我经常觉得 那些东西是 我不够好 即是我不需要说 Carmen对自己的要求 经常令到我们 坎坎埋牆 即是她 即是她 即是 她 讲回 她以前曾经想选过香港太太 最后入到第四名 即是最后四名 然后她又是香港武林球代表队 曾经是 打武林球代表队 即是我不知道 去到这些位置 都不肯定自己的人 明明她对自己的要求多高 例如她的气功 她以为她学了十年八年 觉得很厉害 她跟我说 学了二十多年 即是叫她出来教气功 即是叫到我 已经是 我都投降了 你教了 那种 即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是很高的一个人 是 我有时都会去到一个 很极端的位置 是的 因为没有办法 我小时候父母只是看到你不好 你不够好 所以她要再出来 那个我出来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很多冲突 她的身体反映出来 她真是烂到 唉 我不会说 即是你 譬如握手 你见到你的手 你不想握上去 即是她会在 即是其实那时 不断去看到自己 不允许自己的真正自己走出来 还有不断去 我足以知明白 免疫系统失败 是最大的一个我自己 就是我不断攻击我自己 我说自己不够好 我做也不够好 你看看你又不够好 你可以做好些什么 不断去猛热 用360个镜头 自我消磨自我消禽 要我攻击 不断去攻击我自己不够好 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看到你必须要放低 后来我就学习 我也是很好的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不好 就是你很努力的 就是 你觉得你80分是不够好的 你还欠过20分 那你死得了 你不是看荣誘的80分 是 我在看我没有 后来就甲状线出现问题了 是的 然后再扭曲一些 没理由的 我读了频道 我应该更加好的 为什么我有甲状线呢 原来我就不断去批判 我的频道不够好 是的 救命 是的 我不断去循环 是的 伯伯那些 我就真的去到西藏生死书里面说 你修行过程里面 你会经历喜和悲伤 然后你会去到有一个心不如死 并不是你环境心不如死 是你的心态 你那个里面的自己 救了 防低了 迫到你自己要去看放下 我经常出现的情绪问题 我没有你那么严重 我全部都是 你说小病也好什么都好 我以前就是 一放假就大感冒 他都很清楚 是的 包括我的朋友都很清楚 我的台湾朋友就是 我每一次 譬如放假去台湾 我上飞机都没事 一下飞机就开始 喉咙痛 然后就开始发烧 然后我试过 我试过有一年 我全年都要做事 只留下自己生日那一天 就会在台湾 那一天是自由的 我算什么都不做 但那一天是烧到104度 就是你告诉自己 你是不能放假的 是的 我对这个休息是有罪我感的 我以前的 所以就是我 其实这件事 很普遍我身边的人都会有的 一放假就有病 在下班之前他就会好 你说起如果有罪我感 我相信每个人 对某些东西都有罪我感 你对休息也有罪我感 是的 有些人可能对快乐有罪我感 又或者是什么事 我对表达也有罪我感 没错 然后现在呢 最近我发现一件事就是 我放假就没事 我放假回来开始做事 我开始 小感冒 我开始去留意我自己的 我说情绪就是一件事 或者你出现病的时候 去关照你自己发生什么事 我有些抗拒 我以前可能做了太多 做了一世 然后现在我对做 有一种 又要回到那里 你放心 你还有一世 你还有大半世在做 多谢你 哇这个是不是一个咒座 救命 是祝福 做大半世要做 做大半世要做 做开心的事 做开心的事 所以我说你会震撑我 做开心的事 好 取不正 然后呢 其实每一次感冒 或者是时候 我都会去观照 我说那段发生什么事 当然我心里面有不同的课题 而且敏感度加大的时候 我发现我现在的感冒 我三天就会好 这么快 三天由起 接着会有状况 然后第三天 已经开始康复了 怪不得他不找我清理 因为你这段说法都会康复了 我以前可能感冒 会有一段长时间 还有 说回西洋那件事 如果你留意 最近我必须想在节目中说 这件事 就是BB 如果你有初生的BB 第一次感冒 尽量你忍得到 让他自己打赢那场仗 因为让那个BB 出现第一次的抗体 哦 是的 不要第一次 因为我的父母可能太紧张 或者因为没有经验的时候 第一次就会立刻 看很多东西 你讲什么都听我才知道 是的 应该出现了第一次的抗体 日后他的感冒 他都容易去打赢那场仗 当然可以的话 你尽量不要靠西洋 但现在可能的菌 重要得很重要 还有 我想在你怀胎的时候 已经不断有药物进去 已经浪费了 已经浪费了 而且你留意 如果你的小朋友 那段时间有什么状况出现 小朋友抗拒考试 他就会发烧 又或者抗拒父母离开他 他会嘔吐 他会有症状 就算是想你陪着他 很多时候小朋友 这个状况会发生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两个人 两个人一起感冒的话 我真的观察这件事 我身边有些人会学我 我不吃药的 但可能他没有回复得我很快 但一个人吃药 和一个人不吃药 原来他们康复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但吃药的人辛苦很多 我的脑子可以走 但不吃药的人 可能他会有感冒的状况 但他精神又或者是 他不清晰 又或者是 他那个过程会走得那么辛苦 是的 所以只是感冒的事情 我的感冒通常都是三天都很快 就是喝水和喝橙汁 我认识他 他发觉他那些东西 这头出那头不见 所以这头都未回答他 他问我 看看那头已经没了 不看什么 是的 近这段时间 我的身体状况 我自己都会观察到 快了很多 入出 但我不是不病的人 我都会病的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问题 有我们的状况 这样 然后 我经常会出现的状况 就是 是的 在这个 我想介绍就是 在澳洲里面有一个 神秘玫瑰 它就会把情绪拉到最极端的 这个 它好像是 一共是21天 它就会七天 哭 七天哭 然后七天笑 你觉得哭容易还是笑容易 大家去猜一下 我觉得笑难 我觉得笑难 哭是很容易哭的 你要哭七天 那时候你想想哭又哭又哭又哭 要你笑七天 是的 笑七天 就是苦笑 总之你要笑七天 然后最后那七天就是安静 是禁语的 就是不说话的 七天 是一个很大的清洗 它是一个很大 很有威力的清洗 是 是否我听到澳洲有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这个 它有很多很出名的 神秘玫瑰 即确是一个 特地有很多人飞去印度 澳洲的旅館里面 去做这件事 因为它那个环境容许 你真的很 是的 我看到照片很漂亮 很容许你做这件事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你说七天不说话 你身边的人会说 喂喂喂 或者我们有很多的忍诱会出现 但是就是 它那个环境是容许做这件事 也有短的休息 有哭又笑 都是把你的情绪拉到最尽 然后在这个最尽里面 你去回到你的本质里面 就是你可以安住 或者是 好像我说 你跳进去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你发觉 你笑一笑就没什么好笑 你哭一笑就没什么好笑 就是整天澳洲都会很 我都很喜欢这件事 就是生命就是存在 存在 存在 你只是存在 你存在在你的存在里面 在那里 有最真的那个你 和你的本质在里面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场戏 就是不断地去 去引发一些剧情 令到你有这个情绪有这个经历 但是很有趣 很多时候这些修行课程 真的是要经历了 你就知道那些是什么 是的 你就这样看 你会有很多批判 会出现 还有你 我自己都会觉得 看书 和真的要做两件事 跟他去经历 和经历的时间有多长 又是一个很不同的体验 是的 你这样用一些笑 试一下水温 和你真的跳下去 跳下去好像你说 七日笑七日下 我在想 七日笑七日下 真的很累 是的 就是会是一个 即七日不出声 静坐 我就做了 七日笑七日没做 是的 我估计做了一个短的版本 就是好像是笑半个钟 或者下半个钟 是的 是一个短的版本 即是你笑到笑什么呢 想不到什么就笑了 或者哭 即是所有悲惡的东西都想完了 那哭什么呢 那当你真的发到最尽头 那时就去到你自己最中容的那个 就是掉了你所有不需要的能量 那就是你真是去到你的本质里面 那个很安静里面的本质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舒服的东西 好了 今集的情绪 希望对大家有很多的看法 那我们下一集 我们就会四十集 那我们下一集 希望大家找到其他的题目 和分享 OK 拜拜 拜拜